这个是昨天深夜韩国瑜为什么发文澄清 那么主要是名嘴邱明玉爆料 他说有兰英立委私下抱怨受不了总招 但党主席朱立伦态度就是要忍 因为考了到傅昆齐位有不少党员票 朱立伦希望在明年党主席选举要获得支持 党内现在有三股势力要挑战他 这三个挑战者分别是管中敏周席委侯友宜 那么传出李乾隆劝禁管中敏要打出国民党新清流 韩国瑜力推周席委积极布局 另外侯友宜则是近期动作频频 所以在昨天深夜韩国瑜办公室就发声明澄清 强调韩国瑜为了专注立法院内事务 保持议事主持之中立 除依据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不得担任政党职务之外 从就任以来更未经守或者是干涉任何党务 针对相关过问党内选举之传闻 均属子虚乌有 特此澄清说明 那么今天一早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出来澄清 他说立法院有这么多辛苦的工作 他说他尤其对韩院长造成很大的困扰 他说很多人试图要造成国民党内纷争或对立 是谁在造谣声势 谁希望从中获得最大利益呢 这根本是子虚乌有的事 明年这个时候再来讨论 他说党主席选举现在还有一年四个月 明年这个时候再来讨论都绰绰有余 好我先请教亮哥啦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呢 要炒作这个是怎么样 还是刻意要黑韩是不是 继续黑韩国瑜 没有韩国瑜本来就不可能选党主席啊 立法院院长要超越党派怎么选 对不对 而且他目前在立法院长这个位置上仰望 我觉得工作做得很好啊 方方面面的事啦 包括这个朝野的协调啊 包括该坚持的法案 包括接待外宾 我觉得都相当不错啊 而且国民党党主席是明年七月的事 所以啊朱立伦就说 明年这时候再来讨论 都还绰绰有余 那个就是无聊媒体po的议题啦 不过坦白说明年 国民党的党主席真的会有很多人选 那这个也是国民党的问题 自然我觉得 比较重要的是国民党的终身带 要勇于提出自己的共同主张 要求参选的主席做出承诺 国民党这个中央党部 如果不做一定的改造 坦白讲未来所有立委都是受害者 事实上那个 那个2008年的时候 那个不是说四大天王都落跑吗 对不对 那蔡英文就是被终身带拱出来的 本来蔡英文也没有要选 那就有孤宽敏说他要选 把中生带吓坏了 那中生带就联署嘛 就要拱蔡英文出来选 那蔡英文因为没有派系包袱嘛 所以事后也证明选他是对的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这个时候 真的是党改造的一个 关键时刻啦 就是这个中生带不要以为 自己不选就没你的事 比如说这么多那个40岁以下的 那我们再把那个罗志强跟王宏 都算进来 他们都是属于声量高 有中生带的想法 你一定要把你的主张表现出来 那要求要参选的人都来连署 对不对 那这个我觉得朱主席 想竞选连任的几率蛮高的啦 那搞不好连傅昆奇都有想要选啊 那他没有我确定他 你确定他不选是不是 确定他没有 那不错哦 那卢静宇还没确定啊 他还没确定也蛮适合的 那韩国瑜是不会选啊 因为他立法院院长的身份 不过我是觉得国民党 如果说这个台面上的人选没有新意啊 那好歹中生代的声音要出来 那至少他要来落实大家的共同想法 不然那个新意出不来你怎么办 那我觉得对国民党未来的造势 就会产生比较不好的影响 所以新生代真的要勇于集结 提出你的主张 那希望参选的主席都要能够同意这样 我觉得大概是这样 那那个中生代 最好能够扩大规模越大越好 也许把黄敬平也走了也不错 我们力挺刚刚你讲的 中生代如果说希望有更好的人选的话 对嘛 就是这样 没错 事实上蔡英文就是属于被动参选 他是啊 他并不是主动说要选 对不对 所以就被中生代拱出来了 国民党也许有时候需要这样的过程 对 因为近平 因为现在在炒作 就是说韩国要介入国民党主席之争 那韩国瑜赶快发声明澄清说没有这回事 那你说绿营也好 然后要见缝插针 让国民党内乱什么 可是刚刚亮哥点出了一个关键 就是说在明年这个党主席选举的部分 他说也是一个党改造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时刻 这个国民党的整个命运 和国民党现在的状况 韩国瑜觉得是很有型 我也听过他对国民党很多的发展 他有他的想法 然后他也曾经讲过 国民党本来就需要再努力再造 组织 他讲的是组织再造 然后国民党也需要更年轻化 他都讲过 这个在上次总统大选 跟总统大选选后我都听过他 所以他对国民党整个发展是有使命感 要选他早就选了 就是至少在 朱立伦党主席这一届的时候 要选的话他早就选了 不只是2020年那时候这个败选 吴敦玉辞了党主席 后来江启臣补选上 或者是江启臣的任期在2021年到了 然后那个时候换朱立伦出来 然后很多地方县市 我知道是很多人在运作 然后很多人在帮朱立伦选 也包括现在的这个傅昆琦总召 还有几个当时的一些资格比较老的中常委 但现在我看他们都已经不是中常委 那时候好几个中常委都跑到我们桃园来帮忙 要找我们桃园的一些重要的人士 然后帮忙能够帮朱立伦抬教 可是我觉得上一次的这个氛围 2021年我看到那种场景 现在没有感受到 虽然还有一年 党主席是明年才改选 倒是刚刚亮哥跟蔡振永远提到的 那个台中市长卢秀燕 虽然他可能还不确定 但是党内我听过有人在patch他 有人在推他 那不管是卢秀燕如果卢秀燕市长 如果真的有兴趣 因为他的市长任期到2020年也卸任了 他有兴趣在党务运作上 他自己有兴趣 对国民党跟韩国瑜也有使命感 党内很多人在patch 认为说他跟韩国瑜搭配最ok 就认为说以卢秀燕的资历 他跟韩国瑜的交情 还有他现在的声望跟党内的这样子 然后有些人所以我在党内有听过 有人在patch卢秀燕 希望卢秀燕能够点头参选国民党主席 以他跟韩国瑜院长的配合会更天衣无风 两个人搭配的会更好 那刚好这个一个在党务 一个在立法院一揉一纲 然后在这个政治环境来讲搭配也最顺 所以有人在patch这个 但卢秀燕都没有松口 他到目前为止他都很小心解释 因为他也怕卷入了一个党内提早变成一种 好像政争的大漩涡一样 那朱立伦也没有还没有正式表态说 他要不要一定要连任 这个明年继续参选 但目前的状况看那个方向是这样走没错 但是因为这次的总统大选的败选 跟去年的整个风风雨雨 然后立伦还有总统很多的党内对他 也有很多的这个意见 我觉得不容易票房不好选 如果有一个有一点抢 有一个抢一点的人跟他出来竞争的话 恐怕朱立伦可能就没办法连任成功 所以再加上刚刚讲的 那个如果说邱明瑜那一天点名 我也在他旁边跟他一起同台上节目 我有听到他在讲管宗敏管宗敏 我是第一次听到是从他口中 我才知道有这个人选 因为我在党内听到的都是卢秀燕的声音 那管宗敏如果管宗敏管爷也有兴趣的话 他的形象的确是很清新也很不一样 他跟这个卢秀燕 就是管宗敏跟卢秀燕在党内 都是蛮不一样 让人家耳目一新的一个人选 那至于张亚中校长 他一直是一直也是很有使命感的 从上一次跟朱立伦争到这一次 他还是有这样做准备 可是因为上一次的这样的状况 功亏一篑 我也听过帮过他选的人 会有很多的想法跟这个 张校长的这个理念执行的方式不太一样 所以他能不能获得在上一次选举的那种帮助 就难讲 再加上如果这一次出来的 像假设我刚讲的 卢秀燕跟管宗敏 如果都点头要选的话 恐怕那个张亚中校长能够拿到的一些 赌拦 现在的国民党中央或是反这个朱立伦的票的话 就有限就可能会分散 分散了甚至可能会集中到别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说 如果现在你问我说国民党中央的权力改组 跟国民党主席的选举 因为还有一年的时间 言之过早 还有很多的这个变化 当然也要看出来的人是谁 但可以肯定的是韩国瑜不可能去 在这个时候这个节骨源去缴获 所以大家才会退而求其次去讲说 谁跟他的关系最好 才会有邱明玉口中所提出来的 周席伟 他跟韩国瑜很好 因为周席伟2020年 帮韩国瑜这个出谋划策 出钱出力东奔西跑 他尽了很大的心力 一直有人认为说他就是代表韩国瑜 可是你也要看周席伟自己的有没有意愿啊 我的了解是周席伟不见得有意愿啊 所以韩国瑜也没有 也没有说一定要叫周席伟去代表他 所以他才会发这个声明因为避免这种声明 在党内产生这样的一个发酵 因为周席伟过去也曾经想要表态过要参选党主席 没错 但是他不是那么一定要下去的自己下去选人 而且他跟韩国瑜的这个交情 所以韩国瑜发这个声明 也是要平息党内的这个猜疑 然后再加上他现在的这个身份跟角色 然后我觉得慢慢的在党里面自己去抽丝剥茧 去思考未来谁到底能够领导 国民党的时候 我觉得还有将近不到一年的时间 慢慢这个东西和问题就会浮现出来 说到郭国文他有个案子 他在这个517当天表决大战的时候 抢走了秘书长周万来的文件 被送交纪律委员会 昨天韩国瑜院长宣布要交付协商 好那郭国文就发脸书啊 他不服 他说请问暴力国民党 拿椅子砸人的黄建豪要不要送纪律委员会 他说除了拿椅子砸人的黄建豪 还有推我下高台让我尾追骨折的洪孟凯 黄仁 吕玉玲跟张家俊 还有另外让铺马 沈柏扬 邱志伟委员脑震荡的 谢龙介等 蓝营立委 以及噪音干扰的徐巧新 他说如果要把我送纪律的话 那同一条法规蓝白委 霸占主席台这些行为通通都违法 要移送人可多了 想要的话呢就全部一起送 黄建豪 洪孟凯都别放过 所以他一口气呢点名了七名蓝委 他说全都一起送 委员 一起送我也赞成啊 赞成 不过你要注意到 在立法院你有一个习惯法 不行就是立法委员打立法委员 无罪 但是你立法委员去打义士人员 欺负义士人员 就是犯法 这个大家可能会觉得很怪异 可是有到70岁以上的老人家 那更该修理 所以这一点是基本上 他这个作为一个国会议长的韩国瑜来讲 他保护义士人员是他的职责 如果他不保护义士人员 以后义士人员的运作的顺序 就会被立法委员恐吓 或被立法委员骚扰 被立法委员强制 被立法委员殴打 他们不敢还手啊 你知道他不敢还手 所以正因为 这个义士人员没有办法保护自己 就要靠议长来保护嘛 所以我是建议说不只是如此啊 以后要动用警察权专门保护义士人员 因为那个立法委员的警卫不方便去打立委嘛 对不对 那可是保护义士人员总是可以的啊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慢慢把这个制度调整过来 那立法委员护打嘛 就看谁本事大 我觉得国民党这次选择立法委员 都比较年轻哦 那民进党那么老了 尽管打一定赢 对不对 我举个例子哦 这个是当事人讲的哦 就当时这个沈柏阳不是踩着很多人的肩膀 跑到前面去吗 后面就有几个在那边 鼓慫恿他好像王定宜啊 还是谁 来来来来 你站过你站过 就是要沈柏阳骑过去 然后你先站过我们后面就要站起来 就沈柏阳被摔在地上 他们就不敢骑过去了 对 所以民进党这是这种角色 这个王定宇这些年纪也不小了 国民党那几个小伙子 你看油耗有多壮 你不搞清楚 你碰他两下 给他一拐一下 你搞不好倒在地上 住在ICU三个月都说不定啊 所以他们现在胆小了 你说民进党不敢冲了 对对 所以国民党这一次选出 哪有 可是邱盈还是一耳光就甩了罗志强强哥 因为他是欺负男生啊 对不对 利用他的女生优势 那是因为 我跟你讲 我们王定宇已经55了 对啊 因为罗志强年纪轻 像我这个年纪 如果比邱盈大这么多 他敢打我 我一个巴掌的打过去 你怎么讲的跟吴子佳 讲的一模一样啊 昨天也这样讲 就是爸爸打女儿 教训他 叫乖 对 老先人家不会觉得是姓骚老 对对 不会觉得姓骚老 对 不过他是觉得强哥应该要还手 说怎么能还手 不行不能不能不能 因为年纪差不多也不好 而且强哥年纪还比较小啊 对不对 更不行 对不对 姓骚老姐姐明天就变成 你也和我一样爱吃米食 面食 甜点 以及手摇影吗 我特别了解你的烦恼 所以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级好物 就是这个 每日完胜白胜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30分钟一次吃两颗吃大餐 So easy 我旺旺出品的这一款 每日完胜白胜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柠檬红茶风味的 像这种夹链包设计 特别严选了北美优质白胜豆 获得了美国FDA的认证 以及GRAS健康许可 这个成分呢其实是很天然 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 所以现在就赶快上快点购 为自己的健康自信 以美丽下单 很重要的是记得输入推荐代码 因为会有额外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